舊圖書館 舊圖書館坐落在文理大道的末端的右側 它與校長寺形成了一種軸線的關係 如果從上空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校長寺舊圖書館這個軸線 與文理大道這個軸線形成了一種十字架的樣貌 那舊圖書館為什麼會和校長寺放在一起呢? 就是為了讓大家感受到 老師和學生的地位是平等的 學校並不是服務於學生 也並不是服務於老師 兩者師生是在一個相互學習的狀況去進行互動的 這也是東海大學的文理大道上與舊圖書館 和校長寺所形成的一種軸線 所傳達出來的態度 在進入到舊圖書館之前 我們可以看到一座橋 那為什麼那裡會有一座橋呢? 明明那邊沒有任何的水池 也沒有任何可能造成危險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有橋出現呢? 之後就要回到最一開始 圖書館前外的那兩個水池來說了 那兩個方形的大洞 其實一開始是水池的 它原本的用意是在於說 讓學生在進入到圖書館前 有一個緩衝的空間 能夠讓學生的心靈沉澱下來 再進入到圖書館之中 好好的讀書 不過由於那兩座水池 實在是太不好護理 不管放多少水下去 到最後還是會滲透進地下水之中 我們知道圖書館內 是不能隱私和大聲講話的 那因為這樣 這些椅子被設計出來 放在那邊 放在圖書館外面 它的目的其實很明顯 就是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可以吃飯 有一個可以討論 有一個可以聊天的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 椅子上 我們可以看到 椅子上布滿著非常多石頭 這些小石頭可以增加摩擦力 可以使人們坐上去的時候 那個地方本來是為了擋風用的 如果你有在冬季來過東海 你就會知道 冬季的東海 風是多麼誇張的大 而為了讓那些在裡面的學生 能夠不被風影響 所以在玄關才會有一片擋風的板子 也因為這個地方是圖書館 我們知道過去的圖書館 是沒有電子管制的 所以會有人在那個擋風板後面寄書 有多少人進來 到最後閉館的時候 就得要有多少人出去 寄書的人 除了會統計有多少人進出之外 他也會檢查每個人的包包 確定大家都登記借書了 而不是把那些書直接帶回家中 舊圖書館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半樓結構 當你從那條小橋走進了舊圖書館之後 你會發現你不僅看到了上去的樓梯 也看到下去的樓梯 這代表是舊圖書館有地下室嗎? 其實不是 而是舊圖書館一進去 你會看到的是一樓 但實際上你是在另外一棟建築的1.5樓 你會這樣子在你上上下下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迷幻的感覺 我現在到底是到了二樓呢? 還是我現在才是只是在一樓? 或者說是我現在是在1.5樓呢? 還是我現在是在二樓? 你會不自覺的迷思在那個空間之中 這樣的感覺其實我個人覺得也跟讀書很像 我們在追求知識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對一些新的東西 對一些常任沒辦法理解的東西感到疑惑 知識就是幫助我們去了解這些 我們感到疑惑的東西 舊圖書館的樣貌 也與我們追求知識的樣貌 是一樣的 就如同我們一開始說的 現在的舊圖書館已經變成了行政中心 那新的圖書館蓋在了我們文理大道的樓端 可是這也和文理大道的理念所衝突 文理大道他原先是前後都是暢通無阻的 他所想表達的意思就是 在追求知識上的道路是不會有任何的極限的 可是到了現在 圖書館建在了文理大道的最上端 就會覺得原來追求知識 只要回到書上就好 不必要離開這個學校 不必要去碰觸到更多更多的現實 碰觸到更多更多的東西 對我來說 書本只會是知識的配襯 它不應該是知識的主體 書本是由他人所發現的現實 發現的東西進行分析 之後告訴我看到了什麼 可是真正的世界真的是這樣子嗎 不想不一定吧 也因為這樣子 當文理大道的最頂端被封住的時候 其實相對的也讓我們感覺到了 知識只要停留在書本上面就夠了 那這是原先創效者 所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嗎 我想不是吧 知識者是人的 認識者是人的 需要推動的 還是請進行為